黃澄澄的烏魚籽放在烤盤上 用大火燒烤 越烤越香 讓人口水直流 又快到了烏魚季 全台最大的烏魚基地高雄新達港 今年有希望發大財 就因為抽出這張籤 他的公簽集到這都有一坦 是說白館我們帶來人家 對媽祖無了信心 漁民好開心 當地流傳已久的烏魚弓籤 今年抽出了好兆頭 新達漁港是全台最大的捕烏魚基地 漁民為了瞭解當年捕烏魚的情況 都會先向當地的媽祖王爺直背寢視 因此發展出獨特的烏魚工簽 好料好不準 所以這個東西會繼續保留 今年夏茄甯這間公廟 植出了兩支簽 分別為頭簽和尾簽 頭簽代表冬至前的漁礦 意思是人一生中的富貴 命中至有定數 終究會得到屬於所求的事 而漁苗則是寫著大力 而尾簽則是代表冬至後的漁礦 而簽詩的意思是 以前的努力已經快要有撐過了 只要繼續努力會擺脫難關 成功的時機也會到來 漁苗上面也是寫著大力 漁民滿心期待 就判如這商千師所言 捕魚前後都是大吉大力 一掃去年的陰霾 讓烏魚進來順利賣出去 漁民真的發大財 記者陳古明 劉怡婷 高雄報導 好 好 好 拍照 illance 一下 1 看一下